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Ben 今天介绍的是这套龙岛 我本身非常喜欢草龙城峰出版社的漫画 比较熟悉的就是幽福龙的《东方不大》 周盛的《神守》 又或者出了《五旗》那本公仔书 但是龙城峰什么都喜欢搞 他本身有画武俠小说 甚至是科幻小说起家 这本最近刚刚看完的 就是他那本《太空佬》 他算是金融 然后第一代 当然武俠小说是金融 温瑞安 王逸这些 然后称为第二代的 就有黄英 龙城峰 不过 这个是第二代的 这两位作家 现在都一般般 黄英英年早逝 有些人就说因为他拍电影 欠有些人钱 就被人打死 而龙城峰就因为他样样投资 结果负债 失了中 不过应该 就应该就还在 他本身 也有钱 因为家里就开 酒楼 开酒家 有些钱就开始 换一些武俠 和一些科幻的题材 我看完都很好 尤其是他那套 就是这套 龙刀 龙刀是什么呢 即是他那套 快刀浪子 快刀浪子 在台湾很多人翻版 改了他做古龙 因为他写武俠小说的作风 都像古龙 所以 直接有些道版书 就当他是古龙的作品 其实 他是 雪刀浪子 沿着就是雪刀浪子 是 龙城峰的 我也想找回这套小说 不过没有 其实作为他自己的作品 龙城峰出版社就很应该帮这本龙刀 出多一点 但是结果 以我查回 出了五期就烂尾了 初时这五期 他是双周刊来的 但是 去到上第六期之后 他有预告 其实预告就说封面都出了 就说 想 转为周刊 转为周刊 但是应该就没出到 因为我自己上 编绘作者的 龙君仪 Facebook那里看过 他说在漫画上 最后一个作品 甚至最后一格 就是 这一格 英雄血 女异情 照计可能第六期也没出到 五期就 难尾 龙城峰 什么都喜欢搞的 结果 都是 不行了 最后应该很大机会 都破了 不过 无可否认 他对漫画的热成是很厉害的 我自己也坐开了 他还有什么作品 王飞鸿 城市聂人 我这个有 神手都有 东方不拜 我还欠一本 但是 说回这套龙都 其实这么久 我之前是看到 我本身有第一期的 我也不知道 究竟有多少期 基本上 第二至第五期 我还没见过 不知道有存在 很开心 终于 叫做有 结开其实他也挺跟着 原著的 画面表达 我这很喜欢 像以前那个年代 的港曼 那个武俠 的表达 而且他的作品很快 不会太多 招式 跟 跟 他自己的小说一样 尤其是如果是武俠那些 他不会 太多过招 都是 一下 就完整了 我也都非常喜欢 其实去到 第3 第4期 其实画面一直都没有 没有下降 都是很漂亮的 画面 去到第5期 其实都没有 最后可能 因为 双周刊 又或者 转到周刊的关系 那就没有出了 另外 公仔书 都好像 有第6期的封面 结果没有出了 结果他很多 输到 难尾 其实东风不败 出到第52期 变了 东风不败 雜字 华华雜字 都是 难尾的 我差一本第49期 神手算是完整 另外 亦都比较长篇 小小的 就是霸王 自尊 我都 算是在找 很开心 有这一套 亦都想找 那套 雪刀 狼子 来看看 今天这个介绍到这里 看看 下次再介绍什么 讲话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